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叶正峰老师 在三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介绍了笔跟笔值的概念 以及它的一些立体的示范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单元呢 是笔的性质的应用的第一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以下这个题目 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的笔值 何者跟21比28的笔值不相等呢 那这边我们既然考虑到笔值 我们就先把题目的21比28 化为笔值来做计算 也就会形成21除以28 经过约分之后得到笔值为4分之3 所以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去检验 四个选项的笔值 是否跟4分之3是相等或不相等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先看A选项 330比440的笔值会是330除以440 同时约分之后就会得到会是4分之3 所以是相等的 接下来B选项的笔值呢 99比121 也就是99除以121 同时约掉11之后得到笔值为11分之9 显然的与4分之3不相等 再来第三个 4分之3比1的笔值可以看作 将4分之3除以1前向除后向的概念 所以得到的笔值为4分之3 最后一个第一选项 根号9比上根号16 这两个其实就相当于是3比4 所以3比4的笔值呢 计算出来也会是4分之3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要选不相等的 所以应该要选B选项 接着我们看下面的这个题目 一个会议开始的时候 出席人数中 男士跟女士的比例为4比1 假设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分别有10位男士 还有10位女士 进入会场开会 但是一直到最后呢 都没有人提早离席 发现最后的统计人数 男士比上女士的比例呢 是3比1 想请问各位 全部出席会议的总人数 是多少人呢 这边我们一步一步来做解析 首先他给的第一个条件是说 刚开始男士与女士的比例是4比1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男生有4x人 女生是x人 然后会议中间分别男生跟女生 各增加了10位 一直到最后 这个比例呢会是3比1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以下的关系式 也就是男生的部分4x加上10 比上女生的x加上10 会等于3比上1 所以经过一项之后 我们就可以解出x会是20 那这边想要询问的是总人数的部分 总人数的部分就是男生的人数 加上女生的人数 也就是4x加10加上x加10 算出来是5x加20 再将刚刚所求出的x等于20带进来算呢 所以总人数计算为120人 我们再看下一个题目 有一个商店想要制作原柱体的巧克力蛋糕 他今天给你一个食谱 就是说做出直径6寸 高度2寸的这个原柱体巧克力蛋糕 需要以下的食材 面粉2杯 蛋3颗 巧克力6两 苏打粉1茶匙 糖半斤 那今天我如果要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直径12寸 高度4寸 同样形式的原柱体巧克力蛋糕 则需要多少颗蛋呢 这边我们帮各位画了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关注的是蛋的部分 所以原本6寸 直径6寸高度2寸 需要蛋3颗 我们会需要跟这个3颗来做比较 假设制作新蛋糕需要蛋x颗的话 我们的想象中 所需蛋的数量比 应该会跟蛋糕的体积比是相同的才是 而这个是一个圆柱体的形状的蛋糕 它的体积计算方式呢 就是圆底面积乘以圆柱高 然后假设圆底面的半径是R 圆柱高是H的话 也就可以写成π乘以R平方再乘以H 所以我们根据蛋的数量比 等于体积比 可以写成以下的一个比例关系式 也就是X比上原本蛋所需要的三颗 X比3会等于 我们首先原本的蛋糕直径6寸 也就是半径3寸 然后新的蛋糕是直径12寸 也就是半径6寸 所以分子的部分会写上π乘以6平方 乘以高度4寸 分母的部分会是π乘以3平方 乘以高度2寸 而这个经由计算之后发现 它其实就等于8 所以将3移向过来 X就是24 也就是我要制作这个新蛋糕呢 会需要蛋24颗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题目 乙之假校男生人数占4九分之4 乙校男女生人数比是3比2 今天我们将两个学校人数混合之后呢 发现女生的总人数 会占全部总人数的7分之3 如果原本假校的总人数是900人 那乙校原本的总人数又应该会是多少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假校的总人数是900人 并且第一个条件告诉你 假校的男生占了九分之四 所以意思就是说 假校的男生很明确的就是400人 女生则是500人 那我们不知道乙校的人数 但是知道男女生的人数比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乙校 男生有3K人 女生有2K人 对应到3比2的部分 那再来题目的条件说 女生的总人数占全部总人数的7分之3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以下这个式子 全部的总人数应该是 假校的900人加上乙校的5K人这么多 分之女生的总人数会是500加上2K 这个应该要等于7分之3 所以我经由交叉相乘化检运算之后 可以得到K就是800 那这边想要询问的是乙校的原先总人数 那也就是5K这么多 所以计算出来为4000人 再来我们想要介绍一下 关于角度的方面 我们其实有两种单位 一种是60分之的度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上面一个小圈圈的那个度 然后还有弧度两种单位 它的换算方式就是180度会等于π弧度 我们这边先以一个例子 试着将30度换成弧度来表示 首先这边有两个颗度表 右边的代表60分之的度 然后左边的是弧度的部分 我们发现30度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那假设对应到弧度的部分是X弧度的话 我们从这两个表的比例关系 我们可以得到 X比上π应该会等于30度比上180度 所以我将π去做一项 就会得到X会等于180度分之30度再乘以π 也就是6分之1π弧度这么多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连串的练习 试着将下列各60分之的角度换成弧度 首先第一个60度的部分 我们同样依照刚刚的定义关系 180度是π弧度的这个换算原则呢 来做对应 所以60度假设是在图中的这个刻度 那么它对应到X弧度的部分 跟刚刚类似的做法 我们会发现 X比上π会等于60度比上180度 所以经由一项之后 就会得到X是1 3π 也就是弧度的单位 再来第二个小题 120度的部分 其实做法也是类似的 120度假设对应到X弧度的话 那我们同样可以利用X比上π会等于120度比上180度 经过一项之后 我们就会得到X为2 3π弧度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前面所计算的结果来做一个验证 我们前面发现了30度相当于1 6π弧度 而120度呢就是30度的4倍 所以就相当于1 6π去乘以4就得到了2 3π弧度了 那第三个小题 我们来看一个-的角度 -的320度大约会是在这个位置 假设同样对应到X弧度的部分 从图中我们观察到 这边的比例关系呢 应该可以写成 X比上π会等于-320度去比上180度 同样的我们经过一项之后就可以得到 X算出来会是-9分之16π弧度的单位 我们最后一个题目呢 我们利用一个反方向的转换 我们刚刚都是将60分之的度转成弧度的部分 我们最后试着将弧度转为60分之的度 它的题目是希望我们将4分之9π弧度来做转换 那我们一样以刚刚的这种示意图 4分之9π对应到弧度的刻度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对应到60分之的度是X度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比例关系 也就是4分之9π比上π会等于X度比上180度 我们如果把左式的π做约分 然后再将180度同乘于左右两式 我们就会得到X度会等于4分之9乘以180度 计算出来为405度 以上为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们介绍了一些笔的性质应用 还有一些例题的示范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见咯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